和平東路一段248項以西 溫州街18項以南 泰順街以東 雲河街以北範圍 包含流風距 和平東路一段248項12號 溫州街22項31號及5號 非列策建物 請委員想附建發第77項的範圍圖 就是剛剛那個粉紅色跟紫色的那個圖 建議是維持列策追蹤 二建議檢除列策追蹤的是 溫州街52項1357號及2468號 雲河街117-1號 三不予列策追蹤 和平東路一段248項12號 溫州街22項31及5號 新盛南路三段16項2號 泰順街11號及19號 雲河街118號 新盛南路三段16項3號31號6號8號 新盛南路三段22項13號 新盛南路三段38號40及42號 以及溫州街25號 本案提請本省議會審議並依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好 接下來我們請更激發言單位一起發言 請各位要訪問時間 時間是三分鐘 一位陳偉德先生 詞口詞 有我先發言 麻煩 主席各位委員阿早 我是提報人 因為我們其實在 工作的地點在這附近 那從這張圖 1945年的圖來看 其實臺大在 地大在這個地方 我們提報的範圍是 溫州街街區這邊 這邊是清田街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臺大跟當初的高校 是構成 這個宿舍群的一個主要原因 但是我們現在大概也只能從 劉庸 作家劉庸的畫作裡面 這樣去感受 從文殊堡裡面來看 俱樂建築群 談的是建築師一樣 風格特殊或景觀協調 具有歷史藝術跟科學價值 是建造物群或街區 那在登陸會指代表裡面 重點在於 整體環境具地方特色 歷史脈絡文理以及風貌協調 具保存價值 還有具建築或產業特色 那根據這幾點 就來說明一下 從這張圖上面的紅點 我們其實可以看得到 清田街區跟溫州街區 保留下來的日式建築 雖然已經拆掉更多 但是基本上也還滿完整的 還不少 所以我們認為 尤其是因為他是教授的宿舍 所以在這個地方的宿舍群是全台 樣式最為特殊 保存最為完整的高規格 學人宿舍的建築具 從我們提報範圍這邊來看 它有很多的民人故居 它有非常好的生態系統 有建築物的多樣性 它尤其是台北市的一個 都市發展軌跡非常重要的地方 台北城 我們都知道 從蒙甲開始發展 然後大道城 然後大道城 然後呢 再從東邊 東邊城南 開始發展 從地大1928年所 建社校之後 開始發展成為一個 完整的城南生活圈 所以我們會現在看到 蒙甲龍丹市 西門紅樓 北門 笛化街大道城 這樣的一個文化地界 城南 在地大跟 師範大學跟 宿舍群這個居肉 我覺得它是建構一個城市的文化 完整故事的一個不可過絕的地點 當然講的 我們有很多的古蹟跟地界已經被登錄中指定 但是這樣的一個面向 個人認為它應該要有 古蹟化地形呢 保存區的一個概念來發展 2003年 台大委託城鄉所屬 的一個台大管有 日式宿舍的調查 以及2000年 宿舍老師做的台北市 日式宿舍調查 報告裡面 談到 我們在提報範圍的這個區域裡面 有三個地方是被建議為保存區的 一個就是中央宿舍這個地方 英海關故居 自由主義圖住館的保存區 一個是 新生南路三段 紫層盧古居保存區 然後 溫中間52項的 日式宿舍的保存區 特別是溫中間25號 台進隆故居保存指標非常的高 以及52項 陳其路跟曹友和教授的 住宅保存指數都非常的高 兩次委員的被灘 其實大體上的意見是很好的 溫中間25項是非常有價值的 建築物的價值 再加上這個地方 除了官社以外 少數的私有住宅 所以它的特殊性是非常高的 周邊有非常多的日式宿舍 我們能力所及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這麼完整 我們其實希望文化局 在聚落體報範圍的周邊 可以繼續把它做一個價值評估的調查 在周邊的這些建築物 以及移民社會群聚形成的多元風貌 包括有機的建築群 宗教信仰還有暫時的遺址 互動 這個就是生態跳的 形成的共生 歷史現場與城市的共生 再來 我們也發現這是我們的憂心 提報期間已經有好幾棟房子不見了 然後有很多不合理的改造 我們也希望文化局來注意這樣的問題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麻煩請登記法延的第一位 陳偉和先生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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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掌握時間三分鐘 主席各位文人好 那個 我現在就 因為聚落爾 其實它其實是一面的事情 那面裡面會有點會有線 然後點的多樣性 還有點的位置 會形作出 定義出那個面的大小 還有它的豐富 所以現在就聚落風光跟建築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溫中堅聚落它的特色 就是 舊都市文裡你可以看到 這是1945年的風照圖 所以在都市文裡的部分 就是街區的大小 然後房屋的位置 還有方向 然後還有寓意這件事情 其實都還 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當初的那個都市文裡 然後 在環境的方面 除了建築物以外 就是 你可以看到下面那兩張 有一些房子已經 不是當初的 是建築了 但是它的街道的尺度 然後 空地跟建築的比例 然後建築的推縮 還有高度 還有圍牆 有空間 有層次的植栽 然後 就是 那個聚落還依然可以維持 原來的那個街道的 相當的尺度跟氛圍 然後 然後 那個 在居落建築的全體力裡面 有建築物 景觀形調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 小尺度的房子跟 多層次的植栽 它搭配 那個景觀形調的體力 是非常優美 然後也是 溫州間居落的特色 就是它氣氛裡面的特色的原因 再來 溫州街居落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水墳 那 有工菌 有工菌 成分是 重新練習 飲水 然後攻擊 大海的地區 營養局的 給學生 很重要的給學系統 然後 物理缺菌 跟有工菌的 街頭的那個 酒店頭 就是在溫州街居落南 跌五十二鄉那邊 現在有做一些警官的 附域 然後 溫州街北邊的那個 物理缺菌的那個 遺跡都還在 只是上面被那個 被增鑑蓋住了 但是以後 就是有機會可以打開的 然後再來是 區域裡面 現在有十七棵 登記的檯子 是送保護樹木 但是 應該有更多 就是還沒有被登記的 大樹 還有珍貴樹種 包括呢 其實拿入三端 那邊有一顆很大顆子藤 然後還有 石燈樓的殘跡 但其實都是 其實 停用規格很高的證明 再來是建築物價值 這個聚落的價值在於 它同時擁有標準化的官設 然後還有 物主個人特色風格的私宅 而且建築的規模 從大到小 風格的都很準一 然後多樣的話 它就是一個 日式建築的博物館 好 謝謝 謝謝 下一位 趙雲連小姐 各位委員好 我是 在溫州街 眾多的讀書店當中 其中的一家 那我們因為在這邊落腳 那我們也希望推動 民眾能夠了解 文化跟文學 文學跟歷史 所以我們書店經常舉辦 走讀溫州街的活動 那在這個活動當中 我們就發現一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一般民眾 一般市民 對這些歷史場景的喜愛 跟興趣度是超乎我們想像的高 所以我們每次的報名都很熱烈 另外第二個現象是 保存的問題 可以麻煩退回去嗎 保存的問題 像這兩張照片 一海關故具 我們在民眾當中 大家只要閉上眼睛 就可以穿越時空隧道 但是當我們介紹到 已經被改建的 剛才有提到的18項 就是台信東教授的故居 跟文明允教授故居的時候 因為已經沒有這個具體的保存了 所以大家的感覺就相對較弱 那這樣的現象 以興害路 我們希望這樣子的 像丁海關故具這樣子 被保留 因為大家注意到的 這樣子的事情 這一帶都能夠這樣保存 因為我們也感受到 當帶著民眾的溫州街 興害路南段 往北走的時候 在南段就是車來老往 然後那些建築也都已經大部分不在了 但是到了北段的時候 興害路以北的時候 大家是可以靜沙心來 體會走在這個街坡上 當時你走的路就是當時這些文人 這些教授們走的路 大家的心情是不一樣的 表情也不一樣 關注度也不一樣 所以我們希望以下這些 包括彭一名教授 從這個18項脫逃出去 這是一個非常戲劇性的歷史事件 那他的鄰居就是台信東教授 然後再往下 這張剛剛有提到劉恩的話 再來有一位非常重要的歷史鐵神 這是一位灣生畫家 他到了2016年還在東京的美術館舉辦 美麗的台灣我的故鄉 這樣的畫展 他的這個故事保存完整 然後許多的作家 像李 比如說李渝 他溫州街的故事 九重者與美少年寫的都是溫州街 像李金人傑白信勇的作品 寫的也都是溫州街 溫州街是一個被文學作品經常描述的場景 然後我們非常希望溫州街這些眾多還沒有被保存的 不要讓南溫州逐漸拆掉遺憾發生在北溫州 因為我們身在其中 我們跟民眾一起體驗了 每次每次的民眾體驗了還有重要 謝謝 謝謝 謝謝小姐 各位委員大家好 那大家知道就是這個國立台灣大學的標準題是誰寫的嗎 其實就是台建文老師 其實台建文老師是一個傳奇的人物 他是魯迅的學生 然後他同時跟程徒秀也是溫妍之招 那他35年來到台灣在台大中文系更早 37年開始他就是在台大中文系 擔任了20年的系徒人 那同時他也就是建立了台大中文系的一個自由的學風 然後也會現在的基礎做到非常好的一個建制這樣子 那實際上台建文老師也受到國家的肯定 在1984年跟1985年的時候分別得到了國家文藝獎 跟行建院文化獎 那台老師呢 他除了在中文這塊之外 他其實在書法跟書畫都有非常大的成就 尤其是他的行書 就受到江大謙先生的稱讚 這是他的畫作 那台老師呢 他其實是20世紀非常重要的教育 文史學界還有書畫的太總紀的人物 尤其是最近就是聯合文學在幫他出一個文章的時候 還特地稱讚他是中國新聞學的藍燈者 可是他的重要性 那事實上不是只有影響了台大中文系 他其實也影響了當代的一些學人 在蔣薰先生在接受學會主導師的訪問的時候 他就特別提到了台建文老師 為什麼呢 因為蔣薰先生當時就是因為每一道事件 然後受到一些就是很有點不是那麼開心的熟悉 他是去辦找台建文老師 那因為蔣薰先生他曾經在中國三次入獄 所以他其實是在那個動盪的年代有一些受到一些壓迫 但是他還是把他 他有一個獨特的人生哲學 他就把這個人生哲學 就是傳遞給當代的學人 那其實這也是一種傳承 那台建文老師來到台灣的時候 就住在溫州街的辦學宿舍裡面 溫州街十八項六號 那他叫他寫腳蠻語 叫羅浦漲詩 其實在很多的 許多他的學生跟他的回憶裡面 就是都可以看到他的溫州街的這個生活的情景 那到七十九年的時候 其實因為十八項六號現在已經改建成一個公寓了 已經沒有認識宿舍的一個樣貌 突然就搬到隔壁的溫州街二十五號 那我們可以在這間書學當中看到說 他其實是對於住了四十多年的這個家 是很不捨的 可是慶幸的是 他還是在溫州街的場域裡面 就是他還是在溫州街二十五號這邊居住 雖然不久後他都過世 但是他帶來台灣的起點跟終點 都是在溫州街 這個場域跟他的互動 然後跟他的學生的互動 其實是非常不具意義的 林維月老師的從溫州街到溫州街 其實就是在講的理論 那我們是覺得說 台先生老師在這裡多多人生的最後一段旅程 也在這邊開始了台灣的起點 那溫州街二十五號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很請留下大師的足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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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 呂維月老師 局長科學委員 大家好 我是台南三系學生 那我要講的是 溫州街巨落對於台灣科學史 還有原文史的研究的價值 那就目前的研究 我們已經可以得了成立太長 就是溫州街這個區域 曾經運喻出對於台灣自然科學極技 貢獻的學者 那在科學方面包含 包含失誤 也富鐵南 然後富鐵芳朗 富山博明等 那是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那戰後還有丁肇中 丁方海域大文等 那這些學者必足於一次 那為台灣的近代科學提出了重大的貢獻 那意義相當重大 而我們對他的研究也才剛起步 大部分也還未明瞭 其歷史的脈絡也尚未清晰 那真的不該以建築物的好壞的判斷保留 以後 應該要以全區保留為第一目標 才能對歷史的文研究有所幫助 那今年來台北市其實對於古蹟的保留 已經有相當多的經驗還有那個就是成績 我們看到就是位於城南的同安街的濟州安 在修建前因為火災和管理不善 那曾經是風雨一片 也被大家視為是都市有毒瘤 但經過修復後 反而成為一大亮點 更是核市場正績的一個重點 那位於南昌街的前南山的古蹟局 也被認為是產後不堪 但近年來就是 今年已經開始展開收復 那在當地的居民還有文化局的奔走下也 也就是有逐步的成績 從這兩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有興趣做 在世代收復紀錄下絕對做得到 那縱南溫州街聚後的發展 如果能妥善的收復和運用 不僅對社區發展有其意義 更能延續這些歷史敗落 繼續挖掘台灣人史的規保 商文中間這樣具有規模 且相關人事資料 尚未完全消失的狀態下 如果再不及時做出適當的決定 對未來文史研究的傷害其大 那希望文化局還有委員 這邊能夠再思考評估 是不是可以把其他商務列測的區域 然後做進一步的評估 然後再做保留的考慮 然後為城市的歷史研究與維護 再一起典範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下一位黃聚會小姐 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今天要跟各位報告的是 溫州街聚落歷史的獨特性 珍貴性跟他的一個完整性 好 下一張 我們知道這張非常有名的大台北鳥看圖 1935年的圖 我們看到他的這兩塊還有臺北攝氏 可是各位 這一張圖裡面就很清楚了 有昭和定了 那昭和時代才成為的一個聚落 卻在1935年代就已經在地圖上 可見當時就受到重視了 同樣一張在1935年的金子藏方畫圖裡面 他這個也有昭和定住宅地 這個標誌已經在這裡了 那昭和定的行程 剛才有講過是臺北地大 臺北高等商業學校跟臺北高校 三個學校的 臺灣的高等教育史上 這三個學校成立以後 教職員要出的地方 才在這裡開闢這一塊民宅的居住地 可見他是在教育史上 建築史 藝術文化史 學術史上 這個區塊他意義非凡 好 下一張 那麼我們知道的昭和定 這個就是從永康街到清田街 溫州街這一塊 其實是當時來講就是這一塊 是臺北市最邊緣的開發的一個地方 下一張 那麼這一塊是非常完整的都市計畫區 很整齊的 然後這些木造建築 當時是一百多棟 現在我們這兩個這樣算起來有五十幾棟 所以這個是要整個區塊來看 才是有整齊的